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对灾难的恐惧比灾难本身还要可怕 那么我们看一生多灾多难的一种手相特点 首先一个是虎吞龙的格局 我们说手掌为虎,手指为龙 如果是手掌过于长,把这个龙给压住了 叫虎吞龙 早年包括这个指头比较圆,比较粗大 早年的家庭环境比较贫穷 父母没有多的钱 或者是从小家庭环境多灾多难 对你的事业帮助不大 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起家 做事刻苦,但是财运一般 花钱要有计划 喜欢存钱,但是舍不得花钱 身上会有一些疾病 所以说基本上钱会花在这个上面 要多注意身体,平常要多注意休息 你看生命线中间错开断开 到了生命线尾端又比较杂乱 整个手掌为什么存不住钱 三宫平坦,手指根部缝隙比较明显 没有肉,这就是典型的非常辛苦的 劳碌的手上特点 我们看这个田宅宫 我们手上的田宅宫为金星丘 也就是正宫和正宫的位置 就是拇指下端根部这个位置 代表一个人的财富和家业 如果是长得相对比较丰满 肉多突出,通常被称为财富的好兆头 代表自身的财运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是川字长 但是整体的纹路 首先一个感情线多导温 智慧线偏直 整体纹路也不是太清晰 如果是说有太阳线 手上有一根太阳线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从小受到长辈的青睐 可以得到父母的帮助 这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手向 那么财运也是非常不错 虽然会有中断 但是会越积越多 而且会有很多朋友 是一个标准的水行手 穿着漂亮 也有艺术才能 包括川字长性格相对来说比较独立 即使是最好的男人 也容易被你找出毛病来 结婚之后 注意夫妻之间的沟通 这个是川字长独立女性 在感情当中 往往容易忽略的一种情况 另外还有一些财工 比较出现褶皱 并且有一些小人们冲了指缝 容易漏财 好了 有关这个手向的内容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 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另外再提一句 这个多灾多难的手向 辛苦的手向 开头我们也说了 对灾难的恐惧 比灾难本身要重要 所以说要调整好心态 不要逃避现实 好了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